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未知药物之谜》,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梦境巧克力,一脚,梦想成真步步高升 二智慧牙膏,一刷,聪明伶俐,答案自来 三笑容糖果,一吞,忧愁全消,笑口常开 纳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梦境巧克力,一脚,梦想成真步步高升 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谁不想拥有一块能让梦想成真的巧克力呢? 想象一下,这不仅仅是一块普通的巧克力,而是一块能让你步步高升,梦想成真的神奇巧克力,梦境巧克力 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充满幽默与七思妙想的话题 首先,我们得承认,如果真有这样一种巧克力,它肯定会成为市场上的绝对热销品 想象一下,你只需轻轻一脚,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比如成为世界级的厨师,走上红毯的超级巨星 甚至是解决世界和平的问题,都会逐一成真 这不仅仅是一种味觉上的享受,更是一次心灵和现实的双重飞跃 但是,让我们暂时放下这种梦幻般的想象,来探讨一下,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种巧克力,它背后的科学原理会是什么? 首先,这种巧克力可能还有一种非常先进的生物晶片,能够在你咀嚼的瞬间,通过口腔的黏膜,直接与你的大脑神经系统连接 这种连接能够读取你的深层梦想,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启动你体内的潜能,让你在现实中实现这些梦想 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假设,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足够先进的程度 但即便如此,这种梦境巧克力也会引发一系列伦理和社会问题 比如,如果每个人都能轻易地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社会上的竞争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人们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努力工作和学习? 又或者,这种巧克力是否只会让那些已经拥有足够资源的人更加强大,从而加大社会的不平等?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在探讨这个有趣话题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但不管怎样,梦境巧克力的想法无疑是充满了创意和想象力的 它不仅仅是一种食品的幻想,更是对未来科技可能带来的变革的一种期待和梦想 最后,让我们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结束这次探索 如果梦境巧克力真的存在,我希望它的第一块能够让我实现的梦想是发明出真正的梦境巧克力 这样,我就可以在这个美妙的梦想中永远徜徉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智慧牙膏 一刷,聪明伶俐,答案自来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对于提升智力的渴望从未停止 从古至今,无数的秘方,奇药被发明出来,只在让人更聪明,记忆力更强 然而,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21世纪,一种革命性的产品悄然诞生,智慧牙膏 一刷,聪明伶俐答案自来,这不仅是一句广告语,更是对未来可能性的一种幻想 想象一下,早晨起床,你还在为昨晚没有解决的难题而烦恼 你拿起这只神奇的智慧牙膏,轻轻一刷,突然间,脑海中像是开启了一扇窗 昨晚那些让你头疼的问题答案,自然而然地浮现 这不仅仅是清新口气那么简单,它是真正的智慧升级 当然,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美好,但作为一位枝骨见睛的教授 我必须说,这种想法虽然充满了创意,但也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 真正的智慧并非来自于某种外部物质的短暂刺激 而是来自于长期的学环、思考和实践 不过,如果真的有一天,智慧牙膏成为了现实 我想,它的诞生背后一定有着一段段精彩绝伦的故事 也许是一位天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无意见地发现 也许是一次跨学科的偶然合作,又或者是来自于外星文明的先进技术 不管怎样,作为一位教授,我更愿意相信 真正的智慧来自于不断地学习和探索 虽然智慧牙膏的故事听起来非常有趣 但它提醒我们不应该寻找捷径 而是应该脚踏实地,通过努力来提升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最后,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超市的货架上看到了智慧牙膏 记得先看看成分表 说不定里面只是多了点薄荷精油 让你感觉头脑更清醒而已 毕竟,在这个充满奇思妙想的世界里 幽默感和一颗好奇心才是最让人聪明伶俐的秘密武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笑容糖果,一吞,忧愁全消,笑口常开 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 人们总是在寻找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和忧愁 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神奇的糖果 只要一吞下去,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会瞬间消失 而且,笑容会绽放在你的脸上 你会相信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 笑容糖果,一吞,忧愁全消,笑口常开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这种糖果真的存在 那么牙医和心理医生可能要开始寻找新的职业了 毕竟,谁还需要定期检查牙齿或是咨询心理健康 当一颗糖果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呢 而且,想想看,这种糖果在职场上的应用 开会前,大家一人来一颗 保证会议气氛轻松愉快,效率大增 当然,这只是一个幻想 但这个想法背后,其实隐含了人类对于快速解决问题的渴望 以及对于快乐和满足感的追求 在古代,人们也有各种方法来寻求心灵的慰藉和快乐 从祭祀,音乐,舞蹈,到药草和酒精 各种方式都是人类试图与内心的忧愁和压力对话的证明 现代科学虽然还没有发明出真正的笑容糖果 但是我们确实有很多科学研究和心理学理论 指出了提升幸福感和减少压力的有效方法 比如正念冥想,运动,良好的社交关系等 这些方法或许不像吞下一颗糖果那样快速减效 但它们对于提升我们的整体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有着长远的正面影响 最后,让我们以一个幽默的结论来结束这次的探讨 虽然笑容糖果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其他方式来寻找快乐和满足 毕竟,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来自于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和选择 而不是某种外在的魔法糖果 所以,让我们都学会在生活中找到那些让我们微笑的小事 并且记得,有时候,最好的药方就是一声真心的笑声 总结来说,梦境巧克力、智慧牙膏和笑容糖果都是充满创意和幽默感的想法 它们代表了人们对于梦想成真、智力提升和快乐解脱的渴望 尽管这些想法只是存在于幻想中 但它们提醒我们要保持幽默感和好奇心 并且珍惜我们当前拥有的一切 当然,我们也不能只停留在幻想中 忘记了现实中的努力和学习的重要性 无论是实现梦想、提升智慧还是寻找快乐 都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和时间 所以,让我们保持脚踏实地的态度 努力追求我们的梦想 并且在这个充满奇思妙想的世界中保持幽默感和好奇心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意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觉得梦境巧克力、智慧牙膏和笑容糖果这些想法 有什么潜在的问题和挑战?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我们一起来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